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近來天氣忽然忽然,有時晚上也凍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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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說的腳凍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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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是这样的,睡不着 整晚都冷到第二天,天亮都还冷 现在的情况改善了一些 不如袁先生,帮听众解释一下 有什么疗剂?普遍性来说,可以帮助一下 很明显,是一个很常见,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历 不过也未必,每个人都觉得这个问题要看医生 有些人睡觉很辛苦,便扔着热水袋 所以不会很多人,因为脚冻到我们去看病 当然,脚冻这个症状是可以帮我们去找疗剂 大家知道疗剂,每个人用疗剂 都有机会令你的体质更好 我最近遇到一个欧洲回来的同学疗化医生 他说了什么呢? 原来在欧洲有很多制药,制同学疗剂的博士 很多製药的工人、员工 因为他经常接触疗剂的疗剂 其实疗剂的疗剂,你嗅到的,不一定吃的 塗上皮肤,你也会进去 当然这些製药的人,基本上不断服食疗剂 没得备的,但发现他们的身体很好 所以在早年,同学疗化医生会试药 如何用呢?有什么症状呢? 谁知道就是实验,实浅 实验就是健康人吃的疗剂 然后看看有什么症状出现,他就记录这些症状 同学疗化是全世界最科学的医疗工具 因为他是用健康人做实验,现出症状的疗剂来配药 不是用病的动物,或者病的病人,是用健康人士 幸好,刺身药的人,身体都因此而健康 所以大家不用怕,疗剂有机会吃到 也不会对你有好处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有脚冻 在这本书,我们的字典里查 有200多只疗剂,很多很多 所以脚冻就能配到疗剂 很难的,我们就要闻长闻短,闻到症状 譬如有些人的脚冻是发生在上床的时候有的 平时可能也不太感觉,但在床上会出现脚冻 有几只疗剂,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就是 Ferum Metallicum Ferum Metallicum其实是铁 通常铁疗剂的人是有贫血的机会 而且人很容易泛红 虽然贫血得泪,但很容易面会红起来 当然也会不够气,肥肥白白的 这就是Ferum的症状 Ferum的症状就是在床上会冻得很厉害 另外有个情况就是吃了晚饭后会冻 很有趣,吃了晚饭后会冻 主要的疗剂是流黄 有些是有时间,有些是在黄昏 亦有些是在发烧时的脚冻 发烧时的脚冻也有很多疗剂 例如Arnica,生金车,Lecasus 南美蛇毒,Sulfur硫黄,Stramonium 这些都是在发烧时的脚冻 当然有时发烧的人会沾寒,发抖 但现在说的是脚冻 还有是头痛时的脚冻 头痛时的脚冻 通常的疗剂,大疗剂是Jocemium Cypia,硫黄,Metalotus 都有20-30只疗剂 大疗剂Baladonna 都是在头痛时的脚冻 还有一个情况是脚冻面红 脚冻面红的 都有几只疗剂 Stramonium是其中一个大的疗剂 Cypia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疗剂 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冰冻 冰冻,有很多疗剂 都有几十只疗剂 Varatrum,白黎露,Cypia 在我们的疗剂里面 很多时候都是去找疗剂 记住不是单一的症状 是多几个症状 还有一个情况之后 就是经期来说是脚冻 Cypia, Calcareous, Argenicum, Nitricum, 硝酸银, Grafidic,石物,链, Phosphorus, 都是这些经期来说是脚冻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当你用脑,用得多脚冻 这就是Cypia, Calcareous, Luhn, Pulsatela, Sipi, Nuxvormica, 马前置, 脚冻 这些都有 有些是夜晚黑冻 有些有个症状很有趣 一只脚冻,第二只脚冻 这个是石虫,Nucopoleum 是一个主要的疗剂 有些脚冻是怀孕期间的 所以在我们同学疗化的资料库里面 很多这些疗剂是对付古灵症怪症状 还有一个古灵症怪症状 是走路时的脚冻 这个真的很奇怪 疗剂是Alaracadium, Arani, 蜘蛛等 这个是走路时的脚冻 所以在同学疗化 其实脚冻的疗剂很多 再介绍几种 第一种是烏头 烏头通常是麻痹、针刺感、脚冻得来 还有手冻,手冻得来 手冻得来 这个就是烏头 第二种是Beretacar 是碳酸胚 通常是脚冻,有寒臭味 还有脚趾和脚底觉得痛 这个是Beretacar 这个是Beretacar 接着是Beretacar 就是碳炎的人 通常是脚冻、脚濕濕、酸臭汗 很容易的小腿抽筋 有时会冻得到膝头都觉得冻 常常觉得冻得冻 好像穿着一堆濕的蜜 这种感觉 尤其是喝黑睡觉 好像冻得死了 这个经常用得着 通常是硬炎的人 肥肥发白、出汗、吃鸡蛋 另外就是Campfolor 是脚脑 脚很冷的 很冰冻的脚 脚好像扭伤了 另外一种是Cochicum 抽水签 这个是脚又肿又冷 是Cochicum Cochicum通常是痛风 是常用的 另外一种是Docamara Docamara的症状 香港经常用的 因为Docamara的疗剂 通常的症状都是潮湿天气 如果你发现到 那种情况是潮湿天气 就会特别有问题 当然暖会舒服 另外一种是Nation Force 就是Lynsin Lynsin Natrum Fosforicum 通常是日头冰冻 但夜晚就烧热 日头冰到夜晚热热 日头冰到夜晚热热 这个是Natrum Fosforicum 另外一种是Picricum Acid Picricum Acid 是苦味酸 冰到永远是弄不暖的 酸的人都看得很虚弱 很累很虚弱 接着是Siccally Siccally是黑蜜 是一种蜜菌 蜜里面的蜜菌 通常手冰干 脚又肿 有一种针刺感 脚趾有针刺感 有时候有些抽筋 脚趾抽筋 软起来就更加 Siccally 很多时候我们用在糖尿病的脚趾 就快要坏烂 另外一种是Silica Silica 通常是脚冰冻 和脚寒丑 通常这只脚是痛的 脚痛 从脚背到脚底都痛 最后这个解释 Squilla Maratina 海冲 Squilla Maratina 通常都是手 动 脚 动 又痛 因为站得久 OK 站得久 很常常 但是痛得来 好 好 谢谢盐医生 开场的时候 我也说过 脚冻是很常见的问题 也不是不能够去处理 不断用月水袋 但始终反映了身体有其他问题 所以从脚冻的症状 可以帮大家 如何改善自己整体健康的问题 这个很值得大家去参详 或者找专业医生 专业医生 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 也要说了 200多疗疗疗疗 不可能在这里说得完 只不过刚才介绍了一些 如果你们觉得 自己和刚才说过 有些相类似的 不妨找疗疗疗疗 看看有没有改善 或者正如说 集中用问题 反映身体的状况 可以改善整体健康 这是一个长远健康的旅程 多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也多谢盐医生和我们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盐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疗疗 或者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盐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盐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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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